农村小哥捡石头 海南的一位网友啊 发来两个黄蜡石 打算要小哥把它切开看一下 这一个大的网友打算用来做手镯 然后这个小的打算用来做牌子 这块小的从外表来看 感觉它的干净度还可以 没发现有什么杂质的表现啊 但是从这个幼稚可以看到 感觉好像有一点白棉的表现 因为黄蜡石有棉的话 也是经常见的 这个大的呢 从外表来看 它有几家纹哦 然后整个石头看起来 蜡气感非常强烈啊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它有一点毛孔 有毛孔的话 我估计它里面应该会有一点杀眼啊 因为有杀眼的话 对这个料子的影响还是很大 打灯透光还是很大的 从这一个面线来看的话 你看这个小小的点呢 就是那些气孔 然后从它这个幼稚也可以看出 它好像有点黄雾的感觉啊 我就怕它里面出现很大的那种雾棉 像这种料子如果对于新手来说 刚开始的感觉应该就好像剪到宝一样 因为剪石头的话 特别是像这种它蜡气感比较前列 看起来也焦焦的 给人的第一个感觉 都以为是剪到一个宝 但是石头这个东西 要从很多个因素来分析的 比方说它的透光性啊 细腻度啊 干净度啊 杂棉啊 裂纹啊 等等因素来决定 并不是说只凭一个感觉来判定这个石头 好我们给它切一刀吧 看一下切开里面到底怎么样的 这块小的给它切了一点 然后它里面有棉 这个沙眼的话它也有 只是说它不是很多 干净度还可以 就是有白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也给它切了一片下来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啊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麦其的瞬间 哇塞 这个切开里面的话 它好多白物 小猎这里也有 还有几个尖块 然后刚才我说 它这个表皮啊 看起来有这个小点啊 有那个沙眼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切开里面啊 因为这个干切开的 上面还有油啊 我们把这个油擦一下 大家看这个反光面 这个沙眼啊 密密麻麻的 太多了吧 所以说石头啊 不能只看一个面线的啊 我发现有一些剪石头的 它们剪到一个石头 看着有浴化度啊 这个又也很细 然后就以为不得了了 石头每个方面 有些方面你没考虑到啊 也没有仔细的了解 所以说就导致了自己 剪到一个宝 拿去切开的话 里面就不行了 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料子 它也不干净啊 有很多小黑点 所以说 今天小哥又是 成功的帮网友 解决了一个库存呢 我看了一下